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现在看到文章里面有这么一个信息说窗帘在动 然后让你去推导一下 有的同学可能会说后面有风在吹 或者说后面有一只猫 甚至说后面有个人 但是其实这都不是我们要去找的答案 我们要去选的答案是什么呢 就是窗帘在动的一个同一替换 这是我们托福阅读当中推导题的一个考察重点 好 那我们现在来先看一下 托福阅读里面的推导题有哪一些题干标志 我们大锤同学你来说一下 托福阅读推导题有哪些题干标志呀 老师 推导题我见得多了 一般都是what can be inferred 好 大锤同学说的对 我们推导题比较常见的其实就是infer 在阅读里面比较常见的问法也有说 which of the following can be inferred 或者说it can be inferred from paragraph 几等等 但是另外呢我们还有三个也是推导题的一个常见的题干标志 就是我们的imply还有suggest以及indicate 他们呢和infer相反比较喜欢用主动 我们经常看到的都是说the paragraph 几然后indicates implies或者说是suggests 然后关于文章里面的一个信息 所以题干标志一定要明确 好 那我们说托福阅读里面的推导题会怎么去考我们呢 我们主要会分为这两种情况一个是正向推导 还有一个是反向推导 那么正向推导其实之前已经有提过 因为我们说托福阅读当中的推导题都是以之推以之嘛 所以某种程度上是类似我们经常会碰到的一个细节题的 那我们说这个细节题呢 本质上就是我们说审题回到文章当中去定位 然后同一替换 所以正向推导大多数都是这种情况 我们可以来去看一下一个例子啊 大锤 你来坐一下 老师 这道题我选B 这道题的定位词是Ancient Green Algae 我在第五行找到了这个定位词 因为我在第五行看到了新鲜的水 在第六行看到了temperature 所以对应B选项的water temperature 没毛病吧 大锤 你定位得很好 那这里我要先纠正一个翻译上的错误 就是我们这边的freshwater这个词 我们不能翻译成新鲜的水 而应该翻译成淡水 不过这道题错呢不是错在这里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题你B选项 其实错误的根本原因是因为没有看权 你会发现说B它提到了是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个比较关系 它说我们对水温的一个适应比对环境其他变化的一个适应要更好 但是这个比较关系我们在文章里面根本是找不到的 所以这个B我们肯定可以排掉 那我们再回头看一下这个定位句 我们说Asian Green Algae 定位到文章在倒数第三行 发现这里是不是提到说freshwater 就是淡水的这个绿藻 它呢一定已经进化出来一些特征 然后什么特征呢 这个特征有什么用 能够让它们去withstand extremes of temperature and periods of dryness 是不是忍受极端的温度和阶段性的干旱 那我们根据freshwater这个大环境 以及我们说这个变化阶段性的干旱 我们是不是可以选到A选项 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a generally wet environment 是不是可以对应我们的一个freshwater 然后sometimes dry对应的就是periods of dryness 所以这样子我们这一题选的就是a选项 好那大锤刚刚那道题呢比较简单 我们的定位也比较直接嘛 但不是所有的题目定位都是那么直接的 所以我们来去看下面这道题 来大锤你试着定位一下 老师我在文章中定位不到啊 B开头的那个单词我看到了三次 肯定不是定位词 bread and give birth 也没找到 唉我太难了 大锤呀不怪你这一题呢定位确实是有一些难 我们来看啊 刚刚你说的这个大B开头的这个词 在文章里面呢我们这里有对吧 然后这儿还有这儿 说明他其实这一整段讲的都是这么一个大B开头的专用名词嘛 他对象都是讨论的这个 所以作为定位词显然不现实 那我们再看后面的bread and give birth 这个去文章里面找呢 你也没有找到直接的比如说原词重复或者说是同一替换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我们就来去想一想我们这个bread and give birth 它其实本质上是不是就讲的是这个 我们现在知道这是一个金鱼啊 这是一个whale啊 它的一个生长发育过程 那我们就去文章里面去看一看 它到底生长发育的时候到底在哪里呢 我们可以去看它的一个上下意的一个表达嘛 我们去找 然后我们会发现 你这样去扫的话 发现我们这儿有这么一句话 它说这个金鱼呢 was undoubtedly a fully marine whale with possibly blah blah legs 好 那我们就fully marine whale这个表达 要去理解一下 就是它讲的其实是 我们这个金鱼啊 它从出生一直到老死 其实都是在海洋里面的 那么既然它从出生到老死都在海洋里面 我们题目里面说它bread and give birth 孕育后代 是不是肯定也在海洋里面 所以我们最后答案选出来 是不是就是D 它说是in a marine environment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的是 你在做题的过程中 如果提干的定位词在文章里面 没有最直接的体现 那你一定要去关注我们的一个 上下意的一个表达去帮助我们定位 好刚刚我们讲了正向推导的两个情况 一个是呢当做事实新一体去做 还有一个是我们说根据上下意的表达 到文章里面去寻找定位 那么我们之前讲过说托福阅读当中的推导 也有自己的一个独特之处嘛 那我们其实比较喜欢考的在考试里面 就是我们这个反向推导 那么什么是反向推导呢 我们在阅读里面主要分为下面这两类 一个是时间的取反 还有一个是空间的取反 时间的取反其实很好理解 我们比如说 我们说now现在呢武汉解封了 然后题目问你说之前是什么情况 那我们选的是不是就是之前武汉没有解封 这个概念应该很好理解的啊 然后空间的取反呢 我们要注意 它可以是这种比如说 南方北方的一个这样子的取反 还可以是比如说我们一件事物 我给它分类 分成三类 然后我特地强调 我说一三很重要 那然后问你第二类是什么 那言下之意其实就是 委婉地在表达第二类不重要 所以这是我们讲的时间和空间的一个取反 这个概念自己要先有一下 然后下面我们来拿具体的题目做个练习 好我们来看下面这道题啊 来大锤你要不要来做一下 老师这道题我选D 这道题我肯定是对的 大锤你终于做对了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道题简单说一下 首先我们审题题目里面问的是不是就是 prior to 1815年 before 1815之前 这个farmers的一个情况 我们根据1815到文章里面定位 看到这边是不是有一个after 1815 然后我们就看一下这一部分 我们定位剧的一个表达 他说哎呀我们交通运输改善 让越来越多的western farmers 干嘛呢 第一是escape a self-sufficient way of life 逃离了一种自己自足的生活 那说明我们1815年之前 就是一个自己自足的生活 但是这个呢你去选项里面找 找不到 那我们再看后面他又说 进入国家市场经济 那说明我们1815年之前 就不是国家市场经济 根据这个答案选出来是不是就是 D 他反过来说吧 Do not operate in a national market economy OK大锤这题做得不错 然后我们来看这道题 是不是就是我们刚刚讲过的一个叫 时间轴上的一个取反 对吧 时间的取反 好所以这是这道题 那我们下面再来练老题 来大锤看一下这一题呢 这道题选B 这道题定位挺难的 但是难不倒我 虽然那个G开头的单词 在文章里出现了好几次 但是G layer只出现了一次 在倒数第四行 这句话说了 Indicate open ocean condition 所以肯定是B选项 好大锤你现在已经完全掌握定位了 不过呢你上一次是选项没有看权 这一次呢你是定位剧没有看权 你刚刚都说我们这儿是 Indicating open ocean conditions 可是你要看它前面到底说的是不是Gypsum layer呀 你看你定位到这儿 发现前面这里还有一部分内容啊 它是说 Sediment above and below the gypsum layer contain tiny marine fossils indicating open ocean conditions 所以它指的是不是就是 这一层的上和下 它都是有这个marine fossils 从而说明我是open ocean condition 那么现在我都特地强调了呀 我说这一层的上下都有 言下之意是不是中间这一层就没有 所以我对应过来 是不是它应该是 没有这个tiny marine fossils 那我对应过来这一题选了 是不是应该是A呀 而B选项是不是正好就说反了呀 因为我没有嘛 所以不可能是open ocean conditions 那理解吧 好这是我们这边这道题呀 它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个 叫做空间上的一个取范 今天我们主要是讲解了 托福阅读当中推导题的两种情况 分别是正向推导和反向推导 正向推导呢 主要是相当于事实性一题去做 以及怎么样根据上下意的表达 回到文章里面去定位 反向推导呢 主要是包含时间的一个取范 和空间的取范 这两种情况 那么我们今天讲到推导题 这个题型其实只是我们 托福阅读课程的冰山一角 想要了解更多情况呢 大家可以关注爱特精英 看点赞